夜眼会禁用谁 天辉的禁用计划是什么 轮到夜眼禁用 轮到天辉禁用 轮到夜眼选人 轮到天辉选人 圣堂刺客 天辉选人时间 夜眼该选人 轮到夜眼禁用 回来了 回来了 这么快的BP 直接一选TA 但是上一把 其实我说了 他们要拿伐木机的 不过他们二手没拿 伐木机直接被绊了 伐木机是 伐木机是还可以的 但是这把TA又得坐牢了 就是你这把拿到伐木机 还不错 打对面这个阵容 但是你TA又得坐牢了 好吧 安基直接一个酱油 克你大哥也克你 双克 他们这种BP 他得需要一号位站出来 一号位不能站不出来 没声音 一三吧 这把伐木机应该是站得出来的 再需要三号位 而再需要一号位站出来 但是我觉得你要 还是一手TA吗 对 还是一手TA 我觉得你要一手TA 你不如一手 比如说中鼠或者冰龙 一手冰龙吧 我觉得 你要选TA啊 你可以一手冰龙 你拿了冰龙 首先安基不敢拿TA 你自己还可以拿 但是他这样一选的话 就等于又是TA做牢举 看伐木机和大哥声音大不大了 松鼠的话不办可能对面安基 又是原招式再来一次啊 搬到沙王 那原招式再来一次了 他是松鼠要办的吧 不是松鼠克伐木机的呀 他这个大招可以破的被动 这个BP可能头有点铁 松鼠就是用来打伐木机的事情 就是那时候不火的时候 松鼠就是用来打伐木机的 又来了 松鼠 哎呀头真的很铁好吧 这BP上把上把被爆了可能自己都没感觉到 我们上帝视角旁观者 请一下就看明白了 对面的关键点是什么 是冰龙 上把哪怕前期不那么烈 前期正常开发挥 打到中后期也不好打的 对面TB都没怎么出三 你就崩了 我也感觉他们没没感觉到上把是阵容有问题了吧 嗯 而且他们上把可能认为伐木机被办了影响很大 但是伐木机是有一点影响的 有一点影响这个确实 但是重点不在这个点上 重点还是对面这种克力 除非他这把伐木机很神好吧 指望TA肯定是指望不住的 你伐木机很神 除非能够把这个TB给打崩好吧 嗯 除非伐木机很神 不然他们已经不能 要打出第一把那个效果呀 要哪里 才有机会 打了TB坐牢 他再拿拍拍 这他妈的这肯定是有问题 如果他再拍拍 如果都拿得出来 这肯定有问题 不可能拿拍拍了 不可能拿拍拍了 没敢点龙起 因为妈个妈有个伐木机 东西是不好点 Luna要比上把拍拍要好一点 说实话 这把应该是个打架 又是那种主月光打架的 要好一点 跟之前那把水人一样 就这种阵容 可能没有上把那么烈 上把可能是被爆了 这把可能是小烈 这样把水线上也不好 一定要压住这个TB好吧 你线上一定不能让这个TB无解肥 得想办法 哪里把他打进野 就把TB拍了 TB是可以打 打龙拉加TN两个盒的呀 傻雕头硬 队伍头硬 你跟我没有关系 BP人又不是我选的 我头没那么硬 我也不会这样选 我现在头已经不硬了 你都没听风哥说吗 我头已经不硬了 你让我选我也不会这么选 我现在头不起很久了 行 行 最后一手 马个妈 了245应该都打的 他们 但是吧 最好是打4啊 因为这边火嘛 你如果打5容易 那个最好是有点装备 最后是整个小路吧 我感觉还行啊 在整一个保路拿的 小路还行的 可以招TB幻象 感觉还行 线上嘛 他们这个阵容 这样选择这样 打到后面 处理不了TB 对吧 那他总得有一点 那不就是线上吗 像TA加Luna这双核 是能跟TB打一打的 就 这两个核 是不是完全没得打 你看TA加加8块熊 肯定是没法打 选一个线上的 跟Luna线上优的 大牛也可以啊 有大牛吗 不操有大牛 大牛打TB可以的 大牛Luna线上不算差 而且满意 我记得大牛那可以 大牛小鹿选一个好吧 这阵容如果选出一个大牛 阵容就有的打了 不虚拟TB了 哦来了 满意的大牛 也是也算是小绝活 他的阵容就 打团就没那么去了 虽然说前面四手没团战点 但大牛也算是个团战点 你冰箱完了之后 我大牛放大呀 我放大 我放放CD彩呀 阵容稍微能打一些 不像上一把一样被爆 如果线上有优势的话 妈妈可以掌握主动权 空盾 可以空盾可以空盾的 有TA加Luna这个阵容 有优势就直接空盾 空盾打 TB成型了也不是完全处理不了 没选那首服啊 阵容能打这一把 感觉差不多好吧 列也不会列太多 最多4或者4.5 然后这种就是得优势好了 得经纪领先 线上打得好就好打 这把他们看线上的个人能力了 线上优势就好打呀 线上优势这把这种是好打的 线上列了就有点难了 这把是TA加 对面又是这个吗 对他二手拿了防目机 上一把防目机被搬了 三手就被搬了 这把是Luna 大哥换了一个 然后大牛也可以处理一下这个TB 阵容能打 线上变厉害了 线上变厉害了 可能是4.5我感觉 对 他的双酱油还是恶心好吧 双酱油 TA不好发挥啊 这把Luna还是要除A TA不好发挥 看他队友了 看他队友的防目机了 这把很看防目机 防目机肥了 就很好打 因为RNG的阵容没有输出杀伐木机 只要伐木机肥 这伐木机就无敌 RNG的阵容想杀伐木机挺难的 TB如果变身可以把他打散吧 TB 那得TB参战呀 前中期TB不参战 T之外打得好压住TB这把就很好的 可以空盾在中期 他不肥就很难打 这把这个火猫得靠烂啊 TA是特别难发挥 反正啊 TA TA选择 直接被针对到死 防目机顶 E3吧 E3顶顶住才才好的 这套路这次再用没用了呀 再用没用了 被蹲了啊 被蹲了 要不做个眼 不是我说贴贴带了个针眼啊 做个眼 哎呀 不污了 要打了要开团了 硬着上 硬着上 不对不对不对 上不去 高打你打打B啊 不对不对 这什么搞搞 高打你打打B 颜顶被反了 他 没必要好吧 真的 没必要 看到人了就没必要上去了 说实话 看到就没必要上去了 把眼反了就行了 要把自己的眼眼给反了 要把自己的眼眼给反了 就你擦了眼已经看到人了 你就没必要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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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看厅长提是出那个的 这个TM的解释甲实 我操 哦 自由出解释 打火包学低 打火包学低可以打爆 学引力 厅长有点凶 我见过好吗 但是啊 厉害了火包 你低我的时候 放五颜权可以躲 五颜权 火猫打天应该比达龙姿要好 哇 t打火包应该比达龙姿 这把要大石头成为尘埃神 尘埃神单刹石头 这把能不能写小说啊 就看就看大石头了啊 我感觉看梯子外了 看梯子外 梯子外没神音 基本上很关键 我把防目击对路是最关键的 防目击对路是最关键的 他学火的你上来我就引力一刀 没剪假石啊 剪假石更屌 对啊 配合引力 才是清掌那个科学啊 感觉 剪假石 上路上路上路 上路应该也是优势对线 优势对线 哦可以 上路应该是优势的 冰龙打不过 Luna叫大牛 Luna这个合就要比 派派线上强好吧 7-1啊 开拍你妈在线上前级很弱的 开拍你妈在线上前级很弱的 冰龙是个弟弟 定力一刀 他特意把松鼠派到下路去保这个TP 他很压住防目击 他现在防目击 防TP 因为这把下路很关键的 这把如果TP是无解肥是不好打的 MUNA捕到有点耍 防目击又把线给扣到塔前了 我发现 这个MUNA 拼 CmUNA 他前两极很弱 他得倒个三极 两极皮 他就稍微 铭的 他这个打法就绑不到树山 没躲掉没躲掉没躲掉 现在有buff 满死了 TA的优势还是挺大的好吧 我感觉他没掉血一样的 是不是掉了掉了 掉了吗 上路露娜不到一点少啊 作为一个露娜这么少都不应该啊 干人去了 干人少少几个吗会 这伏王好像有点爽 这伏王挺爽的 少得多了 被伏王反补了五个呀 讲道理露娜打伏王应该是露娜的反补高 对啊 大牛是不是要去捶这个虎王 还不敢去了 现在虎王已经三级了 现在他不敢去了 现在是不敢去了 开始可能教育 开始那时杀冰龙 让虎王补了一波刀了 让虎王补了一波刀了 到了三级 然后大牛在追着冰龙 难打的火猫打天也难打的 又没有了 需要赶紧把这个锁字架啊 把这个锁字架啊 现在 有点坐牢了 服也没了 这火猫要坐牢了 没服的 很容易打成这样 他买了柜子湿了 这个时候把他小野一封就封 坐牢 直接坐牢 打大爷又打不了 打大爷效率很低的 对现在是压了 压了压了火猫 阿姆基 为什么每次都让对面把贴小野封了 你把他小野封了呀 这把贴应该没时间打野啊 他要压这个火猫 他应该没时间打野 这个下伏很关键好吧 把下伏一控 能按空下 能按空下 坐牢 直接坐牢 牢中牢 他得回家了 否则就是灌尿 还可以 不算太优 但还可以 小优 这不躲了无影圈吧 躲了引力 中路挺优的 中路压了500 他不小心住了血糊 咱们机经济也没TB TB经济掉 operatic 喂 使用 技能 拔球 射手好劲啊 亮玩不过他 亮玩不过 不让他拉 拔球 如果是不忍,去 不让他拉 拔球 但是防腐机打的那个TB很难受啊 他可能要玩TB 他把素砍了 他把素砍了 他不砍那个水怎么会死啊 大刘 贴兵龙 还两脑圈 两脑圈 感谢小江苏的飞机啊老板大起 最后一拳敲不出来 能不能去干斧王 把这个斧王干他还没先锋盾 他钱够了我猜 没买 杀了也行好吧 那确实让防腐机单是舒服的 防腐机等级高 现优呀 现在防腐机6级了 TB5分钟6分钟就钻眼了 他等不到7分钟 Luna也是要打现优的英雄 这个时候就看Luna能不能起节奏了 6分钟浮 杀了个幻象 大刀拿到了 远古被封了 有机会单杀 TTY有机会单杀 漂亮 给他锤了给他锤了 还有不等级 加油不等级很怕被单杀的 TTY打得凶啊 他线上经验都没吃 加油不能让加油补啊 这个松鼠等级高了很厉害啊 他就散力啊 你看他怎么10分钟前倒个6 他就是很强的站立 他越早到6 防腐机就越威胁 对 你这样应该把这种 等级的人抓得提 Luna这个加点 可以单杀 捕王 捕王过来 再把它提一次有没有 这都不是我的生日 没有了 被捆了一下 这边两架游不知道干嘛去了 虎王自在打野了 大牛繁衍 看到虎王在外面 是打点经验吧 踩一脚 踩一脚没去捡装备 下路伐木机在单机 Luna也在基本上单机 就中路啊 中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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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补 这边冲塔了 采盾两个酱油 有没有人 来人 没人 没人了 大牛要走 大牛要走 还行吧 反目就要躲出来 Luna是推荐打野的 三大哥经济前三 就是已经很好的开局 8分钟 8分钟我感觉会刷上路 感到6分钟刷下的 8分钟刷上 回复 3分钟刷上路吗 这边是 2次撸了 有点危险 撸了有大的 撸了有大的 不能死啊这个时候 他死了就太火猫了 火猫很差 他的经济 很大 阿姆基已经起点2塔了 行2塔不如去包中塔 我说实话 把中塔拿了 安基就很难受了 这一波刀 差不多3波兵 去上也行 反正他不能再下路2塔 耗不了塔太多血 上路玩一圈收个塔再去包中 中路通塔 打什么呀 倩妮抱一下 没放出技能 月光 打到 黄小时拉死了 他把他冰住了 他把他冰住了 他没没魂了好像 没流魂 他那个魂飞得很慢 这样他跟加油坏命了 好像直接被打散 直接被打散 他10分钟才3000多的经济 3200 亮也很惨 亮等级挺低的 这把蓝挺惨的 他让了伐木槿的经济 打火 天打火 火猫打天就这样 碰到厉害的天 一定要来队友帮他杀天 不然就完本 哎呦啊杀亮 这帮币有点不讲道理啊 天天冲塔杀亮 这火猫的魂都用得回不起来 好吧 魂用干了都 这父王刷的挺嗨的呀 快跳了 火猫在野区 他妈钻了他妈的 好久啊 他耍得很嗨的 感觉要想办法包中 中塔很重要 火猫扣了个装备 天会上塔正受到攻击 这火猫很急好吧 因为他对线被压得很惨 所以他不想 哎 这什么 这充数好劲啊 把这兵勾走了 他不想打钱 他想干人 他很急 正好正好有车 不让比塔 生气了 生气了 当个激生气 松鼠不好追 松鼠不好追 感觉逼中啊 这一波兵一勾 这波兵一勾 走到中路去 走到中路去 一塔 他在干嘛 他自己收钱到溜呀 收钱 他这个二塔不好 往左边走一捆 往左边走一捆 那妈妈好像是在等TA的暗面 他们在等 让到六了去抓火猫 他好生气的火猫一直在搞他 他好生气 好生气他 是不是你抓我 方大 漂亮 两个大给你啊 中好钢 一秒钟好 大走 是不是你中塔杀我 哈哈哈哈 两三级都在中路不等级 火猫无限冲他杀他 到六了啊 不愁 不愁成功 上路想杀这防不击了等火猫活 防不击是有危险的吧 中暑有六 想杀Luna 想杀Luna Luna被吼了 挡一下G 挡 挡了挡了挡了 但是Luna没大 没大 还是被冰冻 火猫有魂 TB 别被逮了 换了个血 TB 贴他脸 没甲 贴 他妈的没自然事实 TB 杀了 Luna和TB 换1 哎 我走了吧 感觉可以暗面空盾呀 这个时候很强势的 暗面空盾 在 他所以R选 他上把被搬了 上把 上把直接被搬了 他肥 他们那个套路是 是有东西的 就让让防防目击速身 你现在压不住他 把兵线一勾过来 然后让你勾过来 让他 让他惊艳什么2分钟3级 你压不住他了 有套路在里面 感觉 想办法推中塔 或者空盾呀 现在很强啊 在 没必要拖啊 打强时期啊 祝福 好 现在虎王有跳了吧 要 还在稍微注意点 哎 抓伐木机了 哎 想刷伐木机了 嗯 干什么 逼中塔呀 赶紧 老婆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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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老都没用了 逼中塔 逼中塔 真的逼中塔 这个中台一定要逼的 逼中塔很好空盾 说实话 感谢那些东京不太热送的飞机 老板大旗 冰龙也来手了 冰龙来手中塔 包过来 要 对吧 这个冰龙 绕后杀了 好肥啊 不要推着他 快按灭了 哇操 一个辣子 辣子 真是死了 踩冰龙 哎 陷阱 马上跳了 抓到 防部机赶他 贴去逼他 贴脸 大也交了 死 可以拿中塔了 这个中塔很关键的 一定要拿 感觉LUNA该过去 LUNA没去 拿了 直接打盾 现在是MAMAMAM强势器 退外塔 控盾 这个眼好像看到虎王 他应该是想等MV再打盾快一点 我妈有个大骨灰了 防部机要想办法做莲花了 现在在做莲花 出了一个 散花是准备出那个 双刀的呀 他看到那个 火猫有大骨灰了 赶紧 估计是赶紧出莲花 LUNA在做PKP 莲花还可以解那个鱼啊 正好解那个一键串 感觉还缓下来了 没之前那么强势 他们机现在没那么强势了 因为火猫有大骨灰可以制裁他们 哎 开盾 不竟 开盾 都不竟 抓 TB 别说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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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他携购枪还用删率 很坏 他状你也不等 就马上安夜都不竟 闹出炎 rieb走 哎 他也能走 他走回来 他走回来 他可能就被逮住了 他是踢回去的 他要是往家里走出去他就被逮住了 要推下塔嘛 开悟了啊 四人组开悟了 把他们机再逼下塔 这边要逼中了 想换塔 露娜想打比克币 差点比克币 这波团可能会放 好不好 露娜差点比克币 换一个塔 一塔换二塔 换了呀 然后开锅呀 换了 换了开锅 露娜更新比克币之后 感谢胖头什么东西 雕哥才是一哥送的飞机 老板打 那还差四百次 比克币就可以打盾了 这个盾随便打啊 提币没变身的 bkb有了 阿塔拿了 前哨开了 bkb有了 空个盾 节奏就是完美节奏 看面也有 看面的给米子 来 手堆 哎 把腐王带住 这腐王很肥的 很肥的 交代 交代 再交代一个 再控盾 打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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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打盾 别追了 别追了 回来 天安面 控盾 强制器 对 这边的人是送了一波节奏 17分钟 控一代 27分钟就控二代 你们别打问号呀 他们 说这个兄弟给风哥送礼物 风哥也是这么读ID的呀 那 那谁又送礼物了呀 谁又知道 钱到位好吧 公开卖都没问题 开卖说的没啥问题 我王是任加 单杀我 我巧这么痛 他吼了一场子 吼了一场子 吼了一场子 来来来来 极速服 有刺有刺 再刺一个 两刺 火猫是奥速啊 这一波 我 奥速 哎哟 差一点 超火可以开麦吗 超火可以开麦好吧 声音还可以很大 发木机要联花了 闭根上塔 结咒来了 很快呀 有优势就压制呀 有优势就无限压制 是节奏还挺快的 慢吗 压制打得挺好 上把斯炒了发木机 把发木机备办 这把有发木机就不一样了 发木机的节奏 顶得前中期 很好 而且他克兵龙的 其实 发木机是克兵龙 我感觉露拉也比拍拍好的 至少有 那肯定呀 他没法器的呀 拍拍跟贴是都硬拍 两个同屋里 他这个好歹无限方的日光 2.5秒一个日光 确实露拉也比拍拍好很多 上把不知道怎么拿那个情况那个拍一拍熊 傻了 露拉贴是能打的 他想着是打龙旗吧 拍拍好打龙旗 结果被打出牢了 但是对面有冰龙呀 主要是对面有冰龙 冰龙 你先上有没有露拉抢 抓人开舞 看到那个谁呀 这是小兵龙 牵手还挺果断的 他牵手是很果断的 不怕死的 看到人就牵手 经纪领先一万 来上路要抓这个火猫啊 要去拿这套 那在赶 看一下 龙龙三个人假装推塔 实际上是抓火猫的 吃这个车就死 找不到 找不到 中路 黄小师你敢浪就是 说不定他要出来好吧 他看到露拉分身带线 分身带线就是假装人走了 这招就是钓鱼好吧 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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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身带线就觉得 人走了 人走了 分身带线 这一波智商暴了 对 智商暴了 而且他刚才 他刚才接月光已经接得没那么急了 我看了 就是打控制 很极限的一个控制月光 他等待呢 控制完了 肉在接呀 看他们这个钓鱼钓得好 有幻象骗这个火猫 以为走了 打塞的都是这个习惯 你分身带线人就会走 他也是想着这种心理 对 一个反心理啊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很舒服 TA马上BKB了 没面抓着火猫杀 没面前期被火猫无限 无限冲他 在中路不等级的时候 抓着火猫杀还打上石头 搞他心态 打上了两下 火猫再出BKB啊 快 感谢人见人爱的 薛大帅送的火箭 大帅大气 大帅楼上请大帅 谢谢大帅大帅牛批 大军章大牛腿 一万四一万四双大哥都是一万四 转A张了 露拉开始转A张了 你来动作 火猫 说 两刀了两刀 引力加一普攻 想踢 还有护马 杨杨 哇 没事也没看到 没事也 极限C了 已经极限C了 火猫BKB了 这边 RNG应该是想等这边TB的兵业啊 谢谢雕刻 老板客气了啊 应该是我谢你的 感谢战神777送的飞机 老板大气 直接打 兵也不等了 感觉一直被压制有点难受 出来找找不机会 他是顿枪了 只要对他妈妈够紧 就是送 感觉到了妈妈已经感觉到了 开悟开悟 碰到了冰龙 我们发木鸡顶在前面他就看不懂了 发木鸡顶前面他看不懂 来冰龙不见了 打火 我也脆 王根本不热 莲花结下 打不动 冰龙不见了 冰龙不见了 我拿这个盾 看不懂这发木鸡了已经看不懂这 发木鸡太肉了 他们杀不了发木鸡 没输出 打不动他 发木鸡自己要去摩棘 这两个大哥都要 算了我自己出了 挑不到了 這兩個大骨魔鏡都厲害 應該是露拉的 這把大死頭是 打得很棒的好吧 中路直接完美壓制狂小師 差一點 月光暈眩不夠 他這個死手火貓全摔 沒有龍騎好的 但是他選龍騎怕伐木機 所以他選火貓出大骨灰是打伐木機的 但是對線的肯定是沒有龍騎好的 對線沒有龍騎 可是他被壓了 打炸了呀中路 我為伐木機單殺了買活兵龍 體力外的伐木機 有點牛逼 給小狼跟亞三四重飛機 喜歡那些 主要有視野猴兩個 然後沒秒了 大牛 貼上來貼上來貼上來 貼上來 露拉大 有TB TB快血了 這是A仗大 說人都沒到就炸過來了 露拉打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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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被打死了差點 大牛露拉 大牛踩到人了 露拉就能接到 我感覺就死了 經濟領先16000 差不多刷盾了 已經刷了 打個盾 陣容 打個盾穩得很 多大牛 把木機拿 露拉挑個魔金 其也帶個盾 其也帶個盾 一人一個 商量好了 節奏是很緊湊的 媽媽打的 說實話 有了優勢之後的節奏是很緊湊的 沒有什麼太多的問題 推塔控盾什麼之類的 壓制 還是要注意站位 对好吧这冰冻有跳的让他们有优势的他们进攻的节奏打得很 瞄个人 妈跟妈有优势以后 玩游戏还是 感觉 打的还是他刷的都是你的钱 然后跟你开这开开团 逼他就是他压制打的好 就是优势局压制打的还不错 抓人也也抓的好一点 除非你现在把他 把他打得坐牢了他也是 你把他打坐牢了他也没了 又是会打了烈士呢烈士会打他就 他就 不是这个级别的队伍了呀 烈士都没那么容易打的他就不是这个级别的队伍了呀 烈士很多队都打不好 人会打烈士觉得队伍才是真正的强队呀 所以有些观众是不是还是喷得太早了 一选个TA你们就开喷了 甚至连我的要被你们冲 所以刀带的队还是投TA呀 这还敢选TA 这还敢选TA 打都没开打 就开始扰乱军心 这种人 该拖出去当展 拖出去当展 现在感觉小说可以写第二章了呀 第二章 第二章 妈个妈活到了最后一天 TI预选最后一天 打暗机啊 第三局 优势很大 祝福 诶 扬到了 但是被反吼了 虎王 好像被秒了 能不能把虎王带走 三个虎王 冰箱救不了 在打暗机面前 冰箱咋救啊 救完自己还得死 其实 其实 我偷偷的眼睛 看你没有眼睛 看你眼睛 PP不回去 割了吗 他差BKB 他差BKB 他没做没出啊 BKB还差好多 那他不敢回 只能看着拆 割了 鲁奶 有个奥数大 奥数大 98秒 月光1.8秒 诶 不回来 我破你第二路了 第三章 小象大魔王 看灯 再战小象 应该做 再战小象 大魔王 那你写小说的 那故事的主人公能不是主角吗 对不对吧 你怎么能写小说 写自己是反派吧 第三章 主角觸結束 主角觸全劇中 呀吼 我還好 我還好 打了 大熊大 孙奶 敢打殺松鼠 松鼠也滿活 TP被踩暈了 他沒BKB 他沒BKB輸出了有點 TZY殺瘋了 TZY在後排 TZY你媽 TP給他刮殺 TZY在給他刮殺 TZY在給他刮殺 TZY好 FG 我說得做什麼 TZY在5 TZY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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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G